大家好,我这个节目有时候经常会骂一骂中国的一系个贱人,真的叫贱人 什么叫贱人呢?就是卖艺的人没有节操 叫贱人,所以我这个贱人不是指中国的农民 不是中国的在街头上谋生的苦哈哈的老百姓 而是指中国的那些个所谓的艺人 缺乏基本的节操,出卖灵魂,吃想难看 就这帮人称之为贱人,好几个贱人要骂 我已经骂了好多人了,前天骂了一下江坤 之前也骂了好多贱人,今天骂了一个老贱人 李双江老师,说李双江老师全家也跑路了 到了美国,李双江的老婆叫孟哥 是湖南人,捏着个嗓子唱歌的 是不是?说当时孟哥唱歌唱的比宋总云好 但是孟哥这个人的水平不行,是不是?眼光不够 是不是?或者姿色是不是没有这个什么宋总云漂亮 后来我们明白了,孟哥呢她是个城里的姑娘 那宋总云呢是乡下的姑娘,那宋总云是小白菜 那孟哥那是红烧肉,是不是?那红烧肉他就还挺有眼光的 不是,他挺骄傲的,他看不起其他的这个人,知道吧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结果就跟一个他的行当里面的一个老一位的老嫖客 李双江就搞上了,对吧?然后就嫁给了李双江 你看人家宋总英,可小白菜,人家最后绑上的是江泽民 不要太爽啊,是不是?哎,是不是这个李双江跟孟哥打他30多岁嘛 是不是?最后结了个婚,是那个儿子 哎呀,他儿子有很多个绯闻,是不是?挺有意思 说在那个叫什么,那叫北京的一个酒吧里面 唱歌喝酒喝多了以后呢,三个小年轻,19岁那一年啊 小年轻人看那个姑娘太漂亮了,当场就上 也不说开个房间,就在酒吧里面,就三个人轮流就上 轮流就把人家的小姑娘给上了 然后犯了强奸罪,最后就坐牢,是不是? 做了些判了多少年,判了7年,是10年,我忘了啊 但是这个李双江到处找关系,没什么暖用,是不是? 你李双江是哪个聪啊?你找关系,你算哪个聪? 你不是党号国家领导人,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是个贱人,好不好? 没用,最后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然后进监狱,哦,李双江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人家问他是什么,说你做一个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子犯了这么大的错 犯了罪,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承认,一次又说 你是不是承认自己轿子无方呢? 李双江老来得子,李双江69岁70岁那一年生的他 生的这么一个小杂毛,是吧?他真是长中长性的宝贝 真是含在嘴里爬花,捏在手上爬捏坏,是不是? 任由他作,是吧?没什么用 我刚才说的,孟哥呢,是一个小地方出湖南那边出来的 这么一碗红烧肉,也没见过大事面,没把自己的儿子交好 刚刚成年,十八岁,十九岁就犯了强奸罪,你说这都什么家庭啊,都是 关键李双江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据说当时找了中央领导 找了李长春,找了什么宣传部长,找了一堆的什么人 最后没什么暖用,最后说要严惩,胡锦涛下的指示要严惩,严惩不呆 最后说要开始要枪毙了,后来终于还是有点用的,就判了几年 所以人呢,脑来得子啊,这是一个很扯淡的事情,是不是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是不是,他就继续宠嘛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呢,就是缺德,就叫报应,你知道吗 叫报应,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今年吧 今年几月份,三月份的时候,他儿子刑满,释放了 这个李双江老不死的是吗,跟孟哥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迎亲的队伍 开着豪车大奔,是不是,带着保安 一路跑到监狱门口,监狱的门口,把他儿子接回去了 还给他送花,还给他挂了一个这个像得了奖的一个带子 感觉到他是从月球上下来的是一个科技英雄什么 挺搞笑,人家就说你他妈有病吧,你儿子是个强奸犯好吧 你那低点的不死会死嘛,你是不是又想把他给弄进去啊 你这样搞对他那个年轻人有什么影响,你心里没点避数嘛 挺有意思的是不是,这就是李双江这种人,为什么叫他贱人呢 你说哪有一点点的节操呢,你骑马的常识都不懂 连做人的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自己贱就算了,他生了个娃,跟你贱,跟你啊 哎呦喂,说李双江,孟哥,他儿子三个人跑到美国定居了 是不是,你说这美国人民呢,不要遭殃嘛 所以千万不要跟他儿子有任何来往啊,尤其是美女姑娘啊 小心被他给奸了啊,吃喝嫖赌,你跟他保持距离 这说起李双江啊,这个真是说来就话了个场啊,长了个话啊 为什么,像我们这代老糙毛的人,一代脑东西啊 就像我这种脑东西,真的是,对李双江那是记忆有心 尤其是像我这种会唱,还假不假是脑友自己会唱歌 是不是,有点会唱歌的天赋,天赋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唱歌的时候,就李双江是我们的神 真的,真的,李双江排第一 一开始你了解李双江啊,他在唱好多歌我都会唱 真的是,李双江的嗓子好不好呢,李双江要是和现在的话 他是一个牛逼摇滚明星,你看他那个嗓子,他是压弓嗓子 我们那时候叫压弓嗓子,后来就不叫压弓嗓子,叫什么呢 叫烟嗓是吧,李双江的嗓子是烟嗓 烟嗓这种东西你不要唱哄哄歌是吧 你不要唱那些恶心的舔毛舔弓的歌,你唱点摇滚歌是吧 像汪峰老师一样,唱这个歌,你会抱着大名,你会赚的钱 你根本就花不完是不是 你说像那个年代他也不懂得利用自己的烟嗓,他唱的是那种什么 小小竹牌向东流是吧,叫什么啦,反正就那些破歌我都忘了 但是他那个嗓子,他很有特点,就是压弓嗓,压弓嗓,压弓嗓 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呼吸挺好,气息挺足,真的,煮酒歌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跟他齐民的歌星都没他火,为什么呢 都没有他的嗓子的条件好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一开始十几岁的时候,就李双江牛逼大发了,真的是 唱的就是长江上一个什么叫船歌叫什么呢 又唱的真好听,就那个年代是不是 跟他齐民的有哪些人呢 湖北有一个叫你,有一个想不起来的 上海有一个科班的一个人叫施红厄 是吧,完了以后这个,那个谁,上海的施红厄的老婆叫做 叫做朱,朱,朱什么 哎呀,我想不起来的,就他们那代人 其实他们的学养,他们的唱歌的底子都比这个什么 李双江好,那施红厄老师和这个朱,朱什么 他老婆啊,他是正儿八经的意大利的美声唱法 就是,但是他们没有李双江火,李双江真是那个年代的歌星 对对,湖北有一个武汉音乐学院叫吴燕泽 吴燕泽长得像个母,像个李葵,知道吧 长得特别不好看,没有李双江帅 但是嗓子特别的身弦,身弦特别单薄 但是呢,很有穿透腻啊,我又是听他唱了个草原之夜 我都无得惊呆了,我都天籁之音啊 他的嗓子比李双江也好,但是都没有李双江火,为什么 他有烟嗓,就这种人呢,就是其实都是贱人 唱红歌唱了一辈子,知道吧 他老以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人 他们说他现在跑到美国去呢 他每个月还拿着土工的退休金呢,三万呢 因为李双江应该是个将军 因为他是解放医术学院的,当过校长吧 就这么一人,是不是 现在也跑到美国去了,也离开了中国 还有一种说话,说李双江自己也没去 说孟哥,他老婆和他那个小儿子 要他小儿子犯了法嘛,现在是个做不牢的人嘛 在中国混不开了嘛,干脆给他换一个地方 说他老婆陪着他儿子去美国,去重新打拼天下去 去美国吃喝嫖赌了 说李双江一个人还在中国 还在继续拿这个退休金 我扯吧 你说李双江多大年纪了,快90了吧 是不是 老不死的,随时有可能一摔跤就死了 他怎么可能,得有人照顾他呀 是不是,他老婆在身边在搞什么搞 如果是这样,那李双江岂不是更悲惨 孟哥跟我的脸也差不多 是不是 哎呦,就是中国有一批这样的贱人 是不是 我贱一次骂一次 我跟你说,明天啊 明天骂一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以前的 那个叫什么,杨楠 哎呦,那个老婊子 真是,必须骂,必须骂 还说自己是什么 是中国的公民,还拿着中国护照 真是,还公开的声明,还要去什么 去起诉别人 这帮人是最坏的,我跟你说无数次啊 这个人类社会最坏的品质 有很多个品质,什么盗窃啊 什么撒谎啊,什么奸淫啊 什么杀人啊,什么什么欺骗啊 是不是 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人性的败坏的面向 都没有伪善 更具有破坏性 你看现在有很多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那些个教授 一天要叫马克思主义 完了以后把人家学生肚子搞大 完了以后还编一套的漂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搞人家的女学生 李双江这种老东西也臭不要脸 是不是 又色又贪 是吧,又没有节操 见人一个 他一天都唱红歌 是吧,一天都要给老百姓洗脑 给我们这些个二百五洗脑 他以后他真的是一个又红又专的 无产级革命战士 是不是 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一个老嫖客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 哎呀,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小明白了 凡是生活中我遇到有一个人 他跟我打 他妈发现不了你的缺点 你好像看上去各种方面都那么完美 我就两个字 你去滚 你滚,你去死 去死是两炮车的话 就是老子 你不滚是吧 我滚,我滚得越远越好 行不行 是吧,骂一骂老贱人 这个也做一个节目预告 明天骂这个阳蛮 今天骂李双江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